所以我們最近才去的就是澎湖 因為那個東北京很強 所以不能東天去 它只有在大部特定的時間夏天去 然後這次去的是很多 除了本島以外又去到離島 去到離島才發現說 原來跟我們以前想像的澎湖 完全的不一樣 這第一個 這是他們的這個無人島 因為他們有太多這個無人島 其實你看起來就跟馬爾蒂夫一樣 而且好玩的是 這邊是退潮的時候才出現 我們看到遠方有個鳥羽 鳥羽大概有大概幾公里的距離 然後慢慢退潮的時候 中間那個沙洲那個路徑 就像摩西芬海岸 就會慢慢慢慢的出現 整個都沒有人 真的跟馬爾蒂夫一樣 玩到就一樣 你看那個水有多清 你看那個水有多清 然後整個是可以看到這個地底下 然後你如果再游種所謂的 透明獨木桌的話 我女兒就一直在看說 這邊有一個山蠔礁 這邊有魚 這邊有小球 全世界的景點 我們都沒輸的 對 都沒有再輸的 然後你看你如果要玩戰利滑獎的話 這個海也是非常非常的平靜 然後重點是我們很多這個 台灣本島這個 這個海岸是一下子就下去 然後這個的話是 就是整片的一片的這個距離 這個是這個女神匠有沒有 大家知道這個 為什麼會有這個梯嗎 這是在這個無人島上 要搶攤用的這個梯子 所以因為那個無人島上 它其實沒有任何的碼頭 所以你那個船要怎麼上去 它是要直接用撞的 然後一撞好以後 一撞上去以後 它這個馬上會往後撈 所以你要趕快下來 對 梯子要趕快這樣吐上去 然後你人家要趕快 從那邊這樣下來 這是搶攤耶 這是搶攤用的這個梯子 藍龍槍 對 所以那個時候 整個這個無人島裡面 而且它還有一些比較特別的 我們剛剛講是龍蝦島 像這個就是龍蝦島 這個龍蝦島是平常在漲潮的時候 你完全看不到 它是完全沉默於水底下 所以你要在這個退潮的時候 整個島會浮現 然後你一上去以後 整個它就會到龍蝦洞裡面 去抓那個龍蝦 我覺得你介紹得比他們好耶 還沒… 然後這個是煮好的龍蝦 然後重點是我們就是 我們的龍蝦跟比較小龍蝦不能拿 然後大概一抓起來 這比頭還要大 然後現場因為在無人島上 沙桌上沒有任何的烹飪設備 所以我們就直接在這無人島上 直接用這個龍蝦泡麵 直接就煮 吃火了 成人才吃了這個龍蝦泡麵 然後這個也是在無人島上 直接的石棵 我們帶那個噴槍去 然後那殼就會打開 直接吃在這個石頭上 好像去澎湖都要這樣耶 對 所以說每個無人島… 除了自己在這個浮潛 然後做這個潛水水上行程以外 吃的喝的用的 完全超乎妳想像 絕對比國外還好玩 好想去 來啊 那妳介紹的才會帶的 現在就像出發對不對 截飛亞蛙 來… 其實到澎湖一定要會跳島 跳島 因為澎湖有90多個小島 所組成的嘛 我今天要特別介紹一個 就是南方四島 其實南方四島 可以從台南的安平坐船過去 大概兩個小時 你也可以從本島過來 對 我們在南方四島這邊的海域 海洋生態非常的豐富 這個特殊的 我們先帶大家 用有四個島去組成 其中這個島叫西極嶼 它是沒有人住的一個島嶼 大家看到這個蘭洞 最有名的蘭洞 就是因為它是一個天然的海石洞 所以正中午這個陽光 從這邊打下來 就整片的藍色的仙境 這個地方一定要去看看 一定要拍個美照 接下來不得了了 海底啦 其實我們剛剛講的這裡是很多 潛水客很愛的一個地方 尤其是4月到9月 你想想看 在海底居然可以看到 一整片的薰衣草森林 而且這是全世界沒有第二個地方 對 深色的珊瑚礁 整片 而且它就是那個紫色的 然後它長得真的很像 重點是淺淺的 你在海岸上就看得到 五米 不用淺下去 五米深就看得到 上面就看 所以浮淺都可以去 不會潛水人都可以去 所以這個季節就把握一下 當然最重要現在澎湖 有個非常非常重要的活動 就是7月6號開始 怎麼樣 我們的花火節開放了 今年7月6號到9月3號 一共有21場 而且每一場都有主題 我們在播放的一個部分 就是在那個馬公式的觀音 觀音廳那邊 我們看的區域跟這個 大概只有300公尺的距離 所以感覺就是身裡心靜 對 你們可以在岸邊看 但是我們那個時候玩很大 是在遊艇上看 是的 憲哥 聰明 因為我們不想跟人家 靠得好近喔 就不想跟人家人擠人嘛 我們就洋班出海 到海灣停泊下來 在海上看這個煙火 是不是很璀璨 很漂亮 怎麼那麼好玩 是不是很漂亮 對